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了 棕背伯劳,Longtail Strike 体长20-25公分,展翅约26公分 重量42-50公克 棕背伯劳刺胸同行 橙鸟背部为浅灰色 下背部及腹侧有不同程度的橙色 下背部及下腹部为棕褐色 嘴和过眼线为黑色 头顶属灰色向后延伸至颈及背部 猴部及胸部白色,腹部未淡棕褐色 展翅时初级飞与肌部有白斑 尾长成黑色,脚黑色以及黑色眼带 棕背伯劳为肉食性小猛禽 经常停期于明显的枝头等至高点等待猎物出现 食物以地面活动的小动物或昆虫为主 也会主动追击小型鸟种 棕背伯劳在台湾是普遍的流鸟 常单独出现在平地至丘陵的开阔树林 草原及农地 棕背伯劳也有处食行为 会把不到的动物先插在真状树枝或铁丝网的的钩子上 然后再慢慢享用 棕背伯劳模仿声音的能力很强 不但会学其他鸟类的叫声 甚至人声也没问题 在嘉义县东石乡凹湖湿地 台南台江湿地 沙伦农场都有机会相遇 观赏与拍摄野生动物时 应保持适当距离 心存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坚持观察生态多样性的初衷 不要捕抓 不要追逐 不要破坏 不要惊吓 不要引诱 才是正确的态度和行为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3年8月21日感恩